由金句大师李宝珍与台北新剧团 近年精心创演的新编大戏金坤细说长生殿 尝试以全新创作的音乐将金与坤无缝接轨 并以双声双淡诠释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七美爱情故事 由于金句与坤曲的唱腔节奏都不相同 要将两个剧种完美融合便是一大挑战 这戏的妙处在哪呢 金坤的结合呢 就并不是两块 坤曲唱坤曲 金句皮黄唱皮黄 而是呢 坤 金 衔接的非常的巧妙 非常的紧凑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两个杨贵妃呢 是来回的串着 一会儿和金句的唐明皇在一起 一会儿和坤曲的唐明皇在一起 所以呢 整个的戏呢 充分发挥了我们这个金坤两个剧种的一个优势 一个谈情说感 一个生死离别 确实有得看 最困难的地方呢 也就是说这个戏如何让人觉得顺耳顺眼 而且呢 连贯性 而且不别扭 你比如说从坤的到金的 怎么能顺过来 又在一个剧情里面 又在一个情绪里面 两个能够怎么互相搭配的融合 这是一个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还有非常精彩的舞蹈 那个马舞 那个气势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城市动作 我们有那种真正舞蹈的那种感觉 整个的气势和我们这个戏 戏说非常的融洽 那么这出戏啊 从昆曲的角度上来说呢 有很多的经典桥段 都被收纳在这出戏里头了 从那个杨贵妃跟唐明皇的爱情的衣饰 也就是定情刺和开始 我们一直把这个戏贯穿到影像枯像 也就是他们两人生死两秒茫的 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天人勇格的这样一个桥段 所以呢 从头至尾 我们选择了很多的昆曲当中的 非常典型的这样的经典的桥段 比如说小燕金变 还有影像枯像等等的 都是非常好的好戏 魔幻金剧摩迪则是借用 莫加特著名歌剧的情节元素 运用戏曲虚实共融的手法进行创作 去年底在国家戏剧院首演爆棚 引发热烈回响 这回口碑家演场 从音乐唱腔到对唱之间的衔接 都更加细腻密合 要打造升级版的魔幻森林之舞 音乐上呢 刚才大家也听着这个感觉啊 和传统的皮黄也有不同 这个戏其实呢 真的叫老少都和式的一出戏 因为它有非常生动的舞蹈 因为这戏是神话嘛 跟长生殿那个神话又不一样 长生殿是你感觉是人 这个戏呢 我们就是人神呢 把它弄得稍微的混淆一点 让大家呢 从意思上 从艺术上都能够体会到一些寓意 寓意什么意思 就是和谐为快 我们从艺术上呢 就讲我们京剧的容纳性 一个包容性特别的强 虽然是莫扎特 我们叫应该叫什么 老前辈了是吧 老前辈的名著 但是经过了 我们钟耀光老师的 重新的编排 又有了戏曲的味道 所以大家看着 好像又耳熟 又有新鲜感 上面有那个月亮 就是说明它 就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女王 所以呢 我头天呢 就先演温情的杨贵妃 第二天要演一个 非常有权势的女王 只有 我觉得只有在舞台上 才能享受这个 可以来回切换角色 体验不同人生的这个感觉 希望我们的演出 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享受 和不同的美感 金坤细说长生店 11月5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先演出一场 之后于12月17 18日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演出两场 而金剧摩迪 在11月6号 在台北国家剧院 演出一场 喜爱新编金剧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希惠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